哦 陸直是唐代的一位学者 他对于孔子的一部历史著作 《春秋》特别有研究 他曾为孔子的春秋到处周游 讲学二十年 他著书十年 编有春秋集著 春秋便宜 春秋威止等等 许多关于孔子的著作 他研读孔子的春秋 几乎花去了毕生的经历 他的论著 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学者 都有一定的影响 许多人都在争读他的书 在陸直去世后 文学家柳宗元为悼念陸直 写了一篇木质表 孔子的春秋一千几百年以来后人写出有关评论他的书籍 如汉牛冲动真是多得很 但陸志对于春秋却有独到的研究 汉牛冲动这句成语是由柳宗元的这篇文章而来 他是形容书籍极极多的意思 汉牛是说如果用牛马来运载东西的话 牛马会累得满身大汗 冲动是指书收藏在家里的话会堆得满满的 只碰到上面的栋梁 只碰到上面的栋梁 Agiesta 请不吝点赞 捞订阅 不吝点赞 沙 我们下一个交易门 优优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